资深艺人小两哥20岁数二曝光,老婆婚后但初代小孩,如今儿子录取11间名校被赞翻。 小两哥跟太太林姿佑结婚21年,为栽培孩子出人头地花上千万教育费,索性大儿子王汉俊录取美国11间名校让爸妈走路有风,他孩子到至今没交过女友,没想到妈妈竟表示。 林姿佑当年嫁给大他13岁的老公小亮哥,26岁怀孕生长子,两年后子子出生,他退居幕后专心当家庭主妇,天天接送小孩上下学,做放丁功课一手包办,甜蜜抱怨老公体力差,但一尝到儿子他满脸骄傲。 身高177公分的帅气大儿子王汉俊,高中毕业风光录取11间美国名校,最后选择进入乔治华盛顿大学电商学院,现在是大二生的他说,我想从商,个性教室和。 为了让小孩有好的教育环境,妈妈林姿佑可是下了苦心,从小就送他们上双语班,一周七天请家交部学科善台译班花了上千万,他还大赞CP值高。 林姿佑又希望儿子外语好就送他们去年资历复兴高中,遇到小孩闹脾气不配合就反其道而行,跟他们说。 不要写了,去跟老师讲你写不完。 反而有效,因为他说,凶小孩没意义,他一哭我就会被老公骂。 为了多陪伴孩子,林姿佑每年都当学校爱心妈妈,还不忘调侃笑两哥,像我老公他都局外人,回来只知道吃饭。 也许是出于不偿心态,林姿佑还身体力行陪儿子翻车环岛,他笑称快死了,但很漂亮,很难得。 也透露小亮哥是观念传统的人,所以家庭生活不会安排太多修签活动。 现据美国攻读商科的王汉俊,暑假回台担任该校新生说明会召集人,他透露校内都是白人,虽然没遭遇过种族歧视,但他发现很多美国人思想比较保守,比较有距离所以逼自己主动开口社交,谈到感情状态,他则害羞表示喜欢亚洲女生,又追过,无故定伴侣。 还开玩笑,交不到女友,可以交男朋友。 没想到妈妈林姿佑开明表示,我认同。显示母子俩的亲密无间。 神韵有点点像小亮哥,真的帅。 神韵有点召集人,委屈可能 。 神韵有点赞,反驳都信邀了。